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準備好了 你們一起準備好了 一起來派對吧 今天VLOG希望你們一起派對 帶你吃吃喝喝玩樂一整天 Let's go 我們要去演出啦 今天在台灣的野流 野流 對 今天天氣好棒 而且有很多海上的活動 有那個 摩托船 然後有那個橡膠船 什麼的都有 那我們就去玩吧 Tes 這張照片 這位女生是在台北一家 溫泉飯店泡湯 她是在游泳池旁邊拍下這張照片 她正在泡湯 她拍出這一張前凸後翹的 這個身材比例 然後PO在她的IG上面 馬上被各大的國際媒體報導 被稱為不科學的身材比例 而且立剛 你看 她咬下唇 這個是最厲害的一個部分 她咬下唇 而且咬得並不尷尬 而且她還是一位DJ 她是有才藝的 而且她在IG上面 有百萬人 百萬人 各位吧 我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這一位 立剛我看你快中風了 應該是差不多後面還有嗎 藍心磊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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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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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都很有禮貌 那這個是在陽明餐 妳好 對 那個是在泡溫泉的一個溫泉旅館 泡溫泉哪一個 在台北 台北 北投吧 對 北投 北投 對 北投的頂樓 有這樣子的一個頂樓 是一個溫泉 露天的 露天的 真的 那一天就是只有妳在那邊 這誰幫妳拍的 這是我家人幫我拍的 家人 對 就是家人一起去泡溫泉 然後這是一個那種 家庭式的溫泉旅館 家人幫妳拍妳 跟家人妳穿成這樣 而且還給我腳 咬下唇 是… 咬下唇 媽媽幫妳拍這樣 對 這個不科學的比例 那個腳又很長 又怎麼把她延展出來 完全是前脫後翹 好酷喔 能了解一下三圍比例嗎 34 1 2 4 3 4 A B C D E 但是剛剛有一個FG的 G的 那會不會太誇張了 G姐 Oh my God 雙刀G姐 妳這樣突然間就在網路上爆紅 這個粉絲變得很多很多 對 就有增長 就是一夜 就是經過國際的報導 然後就有增長 國際是哪一個國際 新加坡 新加坡 妳本身新加坡人 新馬 新馬 對 我國際是馬來西亞 但是我在新加坡生活 馬來西亞 聽妳的口音應該是 吉隆坡人 是 答錯啦 對 恭喜答錯 好 請你查 恭喜答案 是那個 很好的 對 很好的 妳還能找到 很好的 不知道 所以她身材才會 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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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會有酸民 對不對 人家也會講妳 因為就是大家會覺得 很像有潛規則 然後才拿到就是 因為我演出DJ 然後到世界過去演出 妳是DJ 對 我是DJ 剛剛有講 對 等等會表演一段 好 待會兒能表演 對 她這個粉絲竟然送妳 使用過的櫻花 櫻花 使用過的櫻花 沒有啦 櫻花 喔 使用過的清酒 是三桂 是三桂 真的嗎 就是我今年大學的時候 在今年的時候 然後她就 有一個很大樹的花 來到我的大學學校那邊 然後因為我學校是 有那廣場在外面 然後她就把 類似使用過的保險套 就是套在那個花上面 那我們就看一下DJ秀好了 DJ秀 今天就到這裡 是月初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了 太過了 黑了 黑起來 好的 由於節目過長 好 那麼我們明天同時天 繼續回到我們綜藝大樂 我們展開 看一眼來拍一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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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